好,這個也是刑期股來的 2359的若明康德 這個朋友就說 他就119元,就買入了200股 他說現在再追,你認為怎樣呢? 前景好不好呢? Alex來的,Alex Lau 這些股我沒有太多建議 始終這些若股太難看 那個政策啊,整體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或者個別企業自己消息啊,那些研發那些 這些都比較麻煩的 雖然若明康德就不是小 肯定比起一些沒有業績支持的B制股 就好很多的 但是你看到就算這些好的公司 都不是完全免疫到的 你說可能過去那幾個月 那些藥股整個行業扔下來 它都是要跟的,都是會受慮 那暫時如果你看那個走勢來講 就在140元左右是見到的阻力 就是你看到,譬如之前做的橫行通道 或者去年第三季第四季 下去140多元就撐得住的 那當時這個位是支持的 但是同時間你看到它跌穿了之後 這一陣每次回到140元左右 就好像頂著頂著一樣 包括你說今早都是上到140元 都即時是倒跌的 那所以暫時都是看實 如果你說140元都穿不上去 走勢就不見得到 有一個很大的改善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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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唢